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话题是从史航老师有一次讲课 我注意到你们仨都是靠细节为生的 写小说、写编剧、细节 我首先跟这个马博勇老师请教请教 你被称为是脑洞大开的一个鬼才牛人 你觉得这脑洞怎么能开? 我觉得脑洞最主要的底训练 就像这个给自己一些思维命题 尤其是当你去飞机延误了 或者你坐在地铁上这个人特别多 你又拿不出手机来看 你又手里又没输 这时候怎么办? 瞎琢磨 琢磨多了之后 慢慢脑洞就开了 所以说这个你说到史航老师刚才说到细节 特别 我有一个特别适合讲细节的一个思维命题 就是我在想象说 我在沙漠中间发现了一块一吨重的黄金 一吨重的黄金 正方形的 一般人想着就发财了 找到黄金了 好多所有的小说里面提到说 最终找到了宝藏 他们终于发财了 但是你要仔细想的话 从你发现这个黄金 到你发财之间有很多的问题 你要想这个黄金怎么运出去 一吨重 你一个人肯定扛不出去 你又不可能跟人分钱 你得借七哥基 你借了七哥基之后 把这个分成小块之后 你运回去 你从在哪 别人会不会发现 你到了沙漠边上小镇 你运出去 你怎么运到你生活的城市 你运到你生活城市 你怎么把它变现 一吨重黄金 一次扔到市场上 整个黄金市场就崩了 而且会有很多人 国家金融考虑的 很多人会注意到你 都是他抛的 他怎么回事 从哪拿的钱 这么多钱 你告不告诉你媳妇 你告不告诉你爹吧 对吧 就是我会在想说 我会有一整套计划 怎么借七哥基 怎么想 每次我都会把自己 这个细节做补完 就是说 有一个地方我没想到 我再把这个计划 重新过一遍 把这个计划加进去 所以从我大概 10年左右想到这个东西 一直到现在 这个计划 已经在我脑子里盘旋了 七八年 而且是每年根据 法律法规 还要做调整 黄金市场 到现在为止 这个计划 已经非常完整了 就差那一顿黄金 当然这个故事 本身没有 不会写出来 但是 它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你对细节的一个思考 这是教人写小说的一个方法 我原来看过一个特别好的 当时是孙上春树说的 他说这个其实太聪明的人 是写不了小说的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太聪明的人 他总是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结局 对 就包括我跟史航老师 共同的朋友李旦 他有一句名言 人间不值得 那你都 人间不值得了 你就没有书写的欲望了 但是说写小说的人 他恰恰是那些不断的去琢磨 就像特上春树举的例子 就像富士山 聪明的人 就是在底下看一看 富士山就是这样子 但是像写小说的 都是有点笨的人 坑直往上爬 坑直坑直爬 观摩测量 仔细看 然后发现 原来富士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细节的过程 所以太聪明的人 是写不了小说的 我想起李长生老师 说那个富士山 因为我没上去过 他说别上去 都是没渣 都没话 都如灰傻子 你想火山口 他这么一说 我本来想着 所有的画面中 那么圣体样子 突然他被他们的一俯看 全颅灰傻子 那不就是你那帽子吗 颅灰傻子 上面一顶红 不是 沙昂老师 你给大家讲的细节 你先跟我说说 你举出一个 最让听了 下类的细节有吗 其实我自己 写电视剧的时候 我写过一电视剧 叫敌后攻队 河冰他们演的 余和威演的 好多年前 那时候还没有抗尔维剧的时候 我就真的去 下地方嘛 河北挨个县去转 建那帮政协主席 副主席 当年都儿童团长 手上都可能有人命的 真正反奸出特的 就是从他们知道好多事 我就知道 你知道那时候的 就保陵户 抗日的时候 这一家人都死了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一滴栏墨水 在墙上 因为那时候 钢笔都不好使 比如写写 这得甩 这咱们都有这个经验吧 但什么人呢 武工队 住在堡堆后家里 写东西 钢笔快没甩 甩几下 有一个甩到墙上 一个点子 他没擦 人来搜的时候 墙上有钢笔水点 你家有十文断字的人 用钢笔的人 你说不算是谁 全家杀 就一钢笔点 所以我的开头 就从这开始 就是一个 校妇抱个孩子 一方蹭个钢笔点 然后刘奎胜 那个大反派 是不是这个到你们家 到你们家什么都搜不着 但看到你们家的造房 厨房的时候 有一样东西 什么 有尿字 墙上的尿字 但这个尿字 什么特点呢 比较高 是男性站着小便 不是女性蹲着 这个就出事了 为什么呢 保定相间什么样的 解大手去后院 因为要留农家肥吗 小便的时候 男人是可以站在 当街当院子撒尿的 跟人打招呼没关系 测了点身就行 就跟上海 你知道弄堂里 有时候也这样的 简陋的厕所 但女人你不好这样吧 女人小姐就得在造房 所以造房 只能有这么低的 女性的 接手的痕迹 不要这么高 男人为什么不到院子去撒尿 不能见人 武功对 所以你从这样的细节 别写 才是可怕 咱们老是说这个地道战 所以魔鬼藏在细节里 鬼子很重视细节 各个都是模斯 就是人命 你知道地道战 咱们觉得钻来钻去很牛 最开始都是叫蛤蟆墩 就咱们桌面这么大地方 就这么高 墩一个人或俩人 你说能撑多久 刚人进去了 他一盖上盖 汉奸鬼子进来 连住三天 这三天 如果是我们 也就是咱们俩这吨位的 挤到一起 你叫什么 三天不能吃不能喝 这不会死 不能拉不能撒 不能放屁 不能打呼噜 有一点声 地底下 不就完蛋 你说你能熬几天 有的人活活闷死了 哈姆顿里 那时候还挖不了地道 这些东西 才是你要写一个题材的基础 是 史航老师 这个我就想到 我有一次 坐一个男性朋友的车 完全不熟 坐一个男性朋友的车 然后坐那个副驾驶 副驾驶 然后我就下车的时候 他就看到我那个 那个车的后座上面 就头发 夹了 有了一根头发 他就很小心地 就把那个头发 给自己卷好扔了 我就这一个细节 我就知道 决定嫁给他了 不是 我就说 这是个有故事的男人 他一定是之前 有过这样的事情 被发现了 在吵 然后我本来要下车 我说咱们聊聊 然后就就果然 问出了一段 就是特别惨烈的 之前的爱情故事 所以我就说这个 不要跟写小说的人 谈恋爱 就是因为 我特别喜欢一个书名 就是所有的爱情故事 都是鬼故事 为什么呢 就是你从你 谈恋爱的人身上 你可以看到 他之前 所有恋爱的影子 这些影子 就在这些细节当中 所以这个是一个头发 我就发现 原来这是一个 不简单的男人 哎呦 真是 你一说这个 我想起 当然就说他们讲星座 都是瞎掰 都是瞎掰 也不能随便 就是侮辱人家处女座的 对吧 但是我的确听人说 就说处女座的那个媳妇 那个太太 对吧 假如这个老公有什么的话 比如说她这太太出差几天 说处女座的那种啊 一进家门 目不斜视 直接走到卧室床旁 一低头 拿手一剪 就粘出一根长头发 就是这个目光 目光如炬这种 这说明一个道理 如果一个已婚男人谈恋爱 要找短发的 或者找没头发的 找没头发 而且呢 就是有些啊 你说这个都算不算是细节啊 就是我觉得它是无解 就是他们跟我讲的啊 就是说这个恋爱当中的这个人呢 或者说是夫妻之间那种 敏感的程度啊 你比如说 她的男朋友要跟 要给别的女孩在发微信 整天在她身边发微信 都没有什么异常啊 但只有在跟那个 有嫌疑的那个女的发微信的时候 觉得不对了 就是她这个女朋友就会有感觉 就觉得她不对 是因为她不自然了吗 或者是在发微信的时候 她就无意下意识的 可能就看了你一下 她就是不知道看你有没有在看她 就是行为模式跟平常不太一样 非常 我就记得像渡边淳一 她说这个 她就还是说写小说 她说这个写侦探小说 犯罪小说都不需要有经验 但是写爱情小说 你必须有这个恋爱经验 你才能够写爱情小说 电影里我印象最深的 好像刚刚马尔老师说 我就是那个色戒打麻将的那场戏 我又看了20多遍 就是因为什么每次看都能发现新的奸情 真的吗 对因为你第一次看你就觉得这个是 正常拉家长 对你觉得是易先生跟王家之有奸情 这个是能看出来的 因为她那个言语上面的勾带呀 写电话号码很明显 而我第二次看就发现是一个什么马太太还是朱太太 也跟这个易先生有奸情 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当那个易太太问她的这个钻戒的时候 然后她就满怨了 她说哎呀我这个钻戒这个样子已经老了 然后就撇了易先生一眼 就说这个钻戒其实是她给她买的 然后后来再看就发现另外一个太太 也跟这个易先生有奸情 就说因为易先生给王家之喂牌嘛 然后呢这个太太就生气了 说易先生我不行我要看看你的牌 但一般如果两个人的这个男女 只是牌搭子关系没有亲密到一个程度 对他不会这么亲密的去翻她的牌 所以就每次看都发现新的奸情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导演 他可能也没想着让观众去一眼看破 但他就是把这个东西藏在下面 我觉得好厉害 哎呦你说这个你知道我想起来 我曾经认识一个台湾的一个女嘉宾 我就发现这台湾的女嘉宾 她是有精力的人了 那么跟我们一起几个人也是拍一个节目 那有一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呢跟我们这个组的其中一个男的嘉宾吧 一个男的嘉宾 第一天大家认识吧 不是实际早就认识了 就是但是第一天大家在一起有个活动 晚上就散了 散了第二天就在化妆间里碰见 化妆间里碰见 然后这个台湾的这位比较成熟的这个女嘉宾 出来跟我讲 说昨天晚上他们俩有故事了 我说哎 我说为什么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她说呀 我告诉你啊 这个女孩子 女孩子第一天见到这个男的嘉宾呢 她平时跟这个男嘉宾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尊重的 她说你看 今天呢 有一点不太尊重哦 我完全没看出来就是她不是表现出什么 她可能就显得这个女孩子在这个男嘉宾面前 哎帽子给我戴戴 或者就是啊 距离拉近了 就显得有一点不太礼貌 她是从这个地方 她是说女孩子有的时候啊 她是哎 是不是放着你 你跟一个男的有了故事 你就会放的不尊重起来 我对谁都不太尊重 我能想到另外一个细节 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我大学同学 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大三我陪她回四川成都家里 然后有好几个她的高中女生 都来一块玩 就坐着一桌子的人 我就知道她是跟谁企图有点什么 为什么 在吃西果 那个女孩啃两口就搁这 她拿来吃完了 哇这个很 在几个钟挑了一个 她挑了一个她咬两口 她是想要干嘛 接吻吗还是 只有这个机会 顺着她的牙印 接着咬下去 顺着她的牙印 但我原来看过一个 这个版本 我看过一个特别浪漫 你这有点猥琐 我看过一个很浪漫的 我还一直想用在小说里 就是说那个百货商场都下班了 下班了之后 各个店铺 就大家都收拾 然后就准备下去 就说一个店铺的一个女孩 也就是外来打工的那种 然后她就是顺着这个扶梯就下去 但是那个金属的扶梯 会印上手印 她身后就跟着一个保安 就把那个手印印在她的那个手印 那个我就一直想用在小说里 我觉得这个特别动人 是比你那不为所应 我觉得挺危险的 但是放着我告诉你 手印跟牙印不一样 放着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已经有人用在小圈里了 但是跟你这个不一样 我最近正在看那个帕木克 多少天帕木克写那个我的名字叫红 原来我不太了解他 现在我发现这个哥们真挺多情的 而且是一个特别苦情的那种人 你看他最后 他是因为写一个小说 建了一个博物馆 叫纯真博物馆 现在就在伊斯坦布尔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他是为了建一个博物馆 写了一个小说 这个里面有一面墙 就是他练过的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他暗恋这个女人 还是名恋的 我还没看完 就是说他最后收集这个女人抽过的烟头 他就说沾有这个女人的烟头 几千个烟头 这是而且就记住 哪天哪月哪天上午 他抽完的这个烟头 拿大头钉就钉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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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帕木克从怎么收集来的 他好像写一个人的故事 也是也是真实的 就是真有这么个女的 就抽过的几千个烟头 沾有这个口红的这个烟头 钉满几大面墙 就是他那个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吸烟有害解 你说吓人 你还没听 我还听史航老师讲过一个 汪曾祺先生 写的那个 那你说 那个是那个大闹记事里的东西 就等于说呢 一个农村的女孩子 他跟另外一小伙子相爱 但是有别人想霸占的女孩子 小伙子去阻挡 然后被人家打得 人事不行 羞克 几乎相当于死了 给抬回来 于是大家怎么救他 有个民间偏方 就找那个陈年尿桶上 那个尿茧 刮下来 再加一点水 给他冲 说这个能 把他那个 闭那个气 给激发了 他能喘着口气 于是就往他嘴里硬灌 灌完还没什么回想 大家在等的时候 那女孩 看着那个尿茧 那一碗还剩一点 她不知道为什么 端到嘴边 也尝了一口 你不感动吗 你笑 你不流泪吗 没有 你没觉得 石老师给你解释解释 为什么 应该感动 因为 汪曾经老师 他的真善美 都在粪尿之间 因为他另外有一个散文 叫白马庙 说有一个哑巴 喜欢画东西 于是他说 他见到有一个挑粪的人 挑了一个粪桶 是新的 在粪桶的口 这块 画了铁支帘 一圈 粪桶上画着花 就这两个 都是美就是那样的 爱就是那样的 就是他的集中 捞成 粪便上开出一朵花 生活有情绪 他这意思 我老看他这红尖 先对个标 他这意思 就是苦啊 跟你苦在一起 你这 你像 我记得 他这个意思 就是我曾经听这个谁 那个李敖 台湾这个李敖 他曾经讲过一个 就是说 你知道有的时候 这个女的这种心理 就是日本战犯 那不是咱们抗人战争 打赢了吗 那东京法庭 日本战犯判处死刑 就是这个 我忘了具体是谁了 那执行死刑以前 他老婆先自杀了 然后让人把消息告诉他 还是送了一封信什么样 那意思就是说 你怕死啊 你就要自行死 行了吧 我先去死 你好没有那么怕 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样的一种 我觉得有点像 就是说 这个尿茧很苦啊 我也跟你苦在一起 如果您愿死 说这个我想起来 就是马尔克斯 有一个短篇小说 叫礼拜二五岁时刻 对 讲一个妈带着一个小女孩 去看他死 给他死去的一个 当小偷的儿子 去上坟 特别简单就是一个场景 坐着火车到了那 就这么一段场景 但是里面我当时看第一遍 我没看懂 我觉得这什么东西 第二遍再看的时候 是因为我之前 我奶奶过世了 我去给我奶奶上坟 带着花 带着什么东西 那一路上 我就一直在惦记说 这个花让他最好 能保持一个鲜艳的状态 所以特意买的花盆 当我再回头看这个短篇细节的时候 就注意到 他妈在里面 靠着火车昏昏沉沉睡了 小女孩做的事 不是靠着他妈睡了 是抱着这个花去厕所 把那个花里面的水 给他沾上水 到了墓地之后 见到神父的时候 他那个女人拿出来 那个花的时候 外面裹了一圈报纸 这个报纸是沾湿的 就说明他们去上坟之前 他给他儿子上扫墓之前 他这个花是一路带过来 在那么热南美那种天气里 要保持一个湿润状态 希望能够看到 这种心情 就是忽然一下子 我觉得这个细节太努力了 这个细节一下子 就把这个主题完全点到了 而且我怀疑 就是说这可能是有真实经验 就要不然我觉得 不太能够想到 我原来看过一个美国作家 六七十年代的 他有一个小说叫最后诊断 然后他就是写一个细节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就是说那个一个人被截肢了 截肢了之后 他的那个腿被放在别的地方 这个病人就求那医生说 哎呀我的腿痒 你能不能给我挠一下 这个医生就去给他挠了挠 他放在别处的腿 后来我就觉得太震撼了 然后我就去查 果然这个作家 长时间的都在身体不好 在那个医院里 所以就这个必须有实际的经验 你才能写出这种 看起来特别特别反常 但是你想真的是这么回事的 这种细节 刚才你说的李敖 我刚才想的一件事 因为我的收藏的写真集中 有一个藏品 是胡亦梦的签名写真集 我把它跟李敖签名的棒球 放在了一起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个什么意象 我也不知道双方什么意愿 你这个装置艺术 你这个细节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想的一件事 就是唯一女神 不都是赤脚很美吗 她那天有些写真集 大量海边赤脚 李敖说她最讨厌看到 胡亦梦灰色的脚底板 这个就是一个世界的打开方式不同 你看到东西不一样 但我们还会认为 胡亦梦喜欢光着脚在地上 所以就会灰嘛 李敖是有截力受不了 她说灰色脚底板 但是这个什么呢 我们看到胡亦梦永远是这个 因为我不太有机会看到 唯一女神的脚底板 所以就是我觉得确实有实际经验 我比如说像我一个朋友 她在东北生活 她写东北文学 然后里面就有一句 东北文学是读书一帜的一种文学吗 对 她那里面她有一句话 然后我第一遍看的时候 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她就说他们东北的 见面打招呼 就说你还有几年退休啊 就都是三十多岁的人 就说她那个国旗改日之后 就大家的这个生活的周期 变得很 对生活周期就变得很短 就是工作周期变得很短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动人 那虽然只有一句很简单的话 但一下子就把这个东北的感觉 给烘托出来 这个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来的 就这就是说古人讲一句话 叫读书得见 这个就是就是你读书啊 你像鲁迅他能从什么满篇 那个圣贤书里边看出吃人二字 就从字缝里边他看出背后有东西 有的时候也的确是 就是一个细节 包括人与人之间打交道 我也发现啊 说话真是一定要这个水泄不通的 你必须非常周密 什么样水泄不通的 就是你必须把自己封堵的 要不然就撒猫到吃中堵 那叫水不漏 对对对 所以跟作家在一块就吃亏 意思一样 意思一样 对 一个人的游动 以前我给一个人 好像起的网络 叫一个人的人了 所以说一个人一会儿起来坐下 对 这么一准这个细节你要会观察 你就能分析出我的心理结构 对吧 水泄不通的 有人说话是滴水不漏 有人说话是水泄不通 没法聊了 这人心里 是多么封堵 多么封闭型的这么一个人 他盼着的就是 说一句堵一句 对对对 所以就这个越 我觉得越高超的作家 他就把这些东西写越隐蔽 我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看过 原来毕丽宇他做一个演讲 讲那个《红光梦》 我觉得他里面说了一个 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就说《红光梦》 这个秦可卿跟王熙凤 关系很好嘛 但是这个王熙凤就是秦可卿病了之后 就去看他 看完之后出来也是哭啊 然后眼睛也红了 但这时候作者忽然用了一种特别平淡说 然后这时候王熙凤就开始看花 觉得这个花园里这个花也很美 那个花也很美 就他一种特别平静的欣赏的态度 然后那个毕丽宇就说说这个时候能看出这个作者的高超 这明明是反逻辑的 但他用这样的反常的细节 就说明王熙凤这个人 他心里是狠到底的 他是没有什么人情 他就只在乎他的这个事业和成功 就在一个这个非常隐秘的细节当中 我觉得这样去看 你会觉得这《红光梦》处处都有伏辟 你说像你们这个当作家的 会被细节所折磨吗 对啊会啊 因为文学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朦胧的 暧昧的 你不能直截了当的说 多文涛宁笑着说这件事我办成了 这是最最简单最直白的一种办法 一定要是让你微笑着说 但是让人感觉到你内心的阴狠 这是一个特别费脑子的事情 对写小说我后来一番有一个诀窍 就是你这个人物心里想的 手上做的跟嘴上说的不能是一样的 没错 就这是一个诀窍 就是说你看到所有的人物就反派 就哈哈哈哈这个女人我今天要定了 那就是一个写坏了的人物 她一定是想的做的跟说的是不一样的 那她是一个立体的人物 这你就说 当然上次我们这圆桌节目 我就提过这事 我觉得当你这编剧更有意思 就是说呢 这个电视学院这个徐浩峰 对吧 他现在有时候就有点水泄不通 他就有点想不通 他说这个现在我们跟这个投资方很难打交道 就是我们学编剧的时候 过去这个老师教是 如果你说你爱他 那么恰恰台词啊 你要说我不爱他 对吧 他说我们都是这样学出来的 他说可是今天呢 今天的这个影视剧 我这么本子交上去 那这边人说 你到底爱他不爱他 就爱他就爱他嘛 这个智能上要的是 手语翻译似的 我爱你 说明白了还怕听不懂呢 再来一个字幕 三结合 而且我觉得真的 就是有的时候 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温暖啊 要不说 不光是你们是为了写小说创作 相反我是觉得 就有时候我就发现啊 就是这跟咱们这个待人处世 你比如这个朋友 为什么你就 就我们有一个台湾朋友 就是大家真的就觉得 没法不拿他当好朋友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台湾人 我觉得也是这个礼数周全啊 就是你那个 咱们这个 说实在的 咱们这个北方人 我觉得有时候跟人比起来 就显得到人家那儿 特不好意思 很粗糙 好 比如你一到那儿去啊 然后呢 这个酒店已经帮你订好了 嗯 你本来还想问 什么该住什么酒店 哎 人家已经帮你订好了啊 订的可能是你上次住的那个酒店 嗯 然后呢 你一进酒店的房间哎 里边有一盆这个一个水果 是人家家里人送到酒店送到你酒店房间的这个水果哎呦 然后呢 你走的时候 给你打包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里还是那个打印的一个礼 一个礼单 其实不是就是凤梨酥啊 或者什么的 但是他做的那个好精致啊 就是比如说给豆温涛兄啊 台湾一点小特产 把就凤梨酥几盒 什么什么几盒 而且就是这箱子都给你打包好了 让你直接在飞机托运就能够走 我听你就那种 我们就每次说咱别弄这个 你弄这个以后就不敢来了 你知道吧 是不是特别像生辰纲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人跟人之间 是不是他有些人哎 会体贴你 就体贴到这个这个份上 女生被打动永远是被细节啊 永远不是被嚎叫似的说 你永远是被细节 你为什么细节打动过 就到别人家 别人跟我拿拖鞋 就这点事啊 这也算是 拿拖鞋不是很正常吗 我感动点很低的 我跟我媳妇原来谈恋爱的时候啊 我跟我媳妇原来谈恋爱的时候啊 我就有一回 就是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什么时候觉得 咱俩算是正式男女朋友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开始谈的时候就算就是明确关系了 但是不一定就是两人感觉在哪 我说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了 他说有一次咱俩出去吃饭 我吃完了一半吃不动了 卤肉饭 然后我把那一半就拿过来 我给吃了 就跟你们刚才说的这个 那不就是饿吗 是啊 是饿啊 但是他会觉得说 我们两个的距离没有距离了 这是一个男女朋友 或者说是一对情人 可以做到很坦然的 很自然做到的事情 他突然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 这算是心里彻底认为是男女朋友 我唯一给男方写信是上访信 就是说对吧 因为也不接我电话 也不回短信 微信也拉黑 联系不到 我就只能写个信上访 说为什么跟我分手啊 就这个只能写这种信 哎呦 你当年有过那时候啊 哎呀 前两天 你就宣传两天 我们这次节目 你也祝一个上访节目 小龙重 所以 所以 霸夸戏 怪不得方舟 现在发展到 把男粉丝堵在门口 Il 不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 刚刚说恋爱的细节 就有的时候啊 其实不爱的细节 就这个东西在小说当中也挺韩心的 我记得当然不在小说当中 在生活中 我一个日本朋友跟我讲 他什么时候觉得他老婆不再爱他了 然后我觉得讲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渡边纯衣小说 他就说因为他们家是睡榻榻米嘛 就是说榻榻米所有的被子都是一样的 他的被子 他老婆的被子 女儿的被子都是一样的 但有一天就拿错了 他和他老婆的被子就拿反了 然后到晚上他就发现 他老婆偷偷地把两个被子又换回来 他就他很难过 他说我老婆连我的味道都忍受不了 所以就有的时候 这个不爱的细节也挺残酷的 日本的那个叫田山花带嘛 写的一个著名的老师叫棉被 所以他是一个不伦练吧 老师跟一个女学生的 没有发生什么 但最后他就是把人家盖过棉被 整个把脸埋进去 最后那点气息 就是整个要把这个气息榨干一样 我没有你们这么多的那个感情经验 但我想我原先就是刚刚出道 当编剧93年嘛 那时候写一个跟季晓兰有关的故事 但不是后来天床下季晓兰 也别的清朝故事 也是个上访故事 真的约岸的上访 约岸不是情感表 要变成一个歌女 妓女 她要去到八字胡同 堵季晓兰大人 于是他给人扶琴 女性才艺表演 这个季晓兰是个老的 是个真正的史上大白胖子 老头 他在那儿就坐下就这么听 烟这么点着 那个琴那么扶着 毫无表情 就是扶琴 就是也没有被感动 什么表情没有 就呆若木鸡顿做着看 但是那女的扶完琴的一瞬间 她做了一件事情 非常奇怪 她剧烈咳嗽 眼泪鼻涕一脸 非常难看 得掩盖眼泪是吗 不是 那女孩就哭了 为什么 那老头刚才一开始就想咳嗽 但你父亲 他就一直忍着不咳嗽 直到 他肯定不是眼泪淹了一点 然后那女孩就 沟通一下跪在这儿了 什么话都没有说 因为我想 他们差这么个年龄段 写感情 只能写到这个份上 所以那女孩 就是拜倒她的时候 老头看看她 看看自己 就说两句话 朱颜红秀 直的女孩 白发青山 不配 就这么句话 所以就是 你套路了史航老师心底的欲望 就个人经验 就是你忍咳嗽这件事 是每个人都有过的 所以就是 你其实透露感情细节 必须得是你经历过的 这个细节 但是就是你没经历过的情境 给怼了 但是要不说 作家我觉得眼光不一般 就是真的就是 事都经历过 都见过 但是当你见到有人把它写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呦 好动人 我就刚才讲这个帕木克 这个这个这个 我就想起他德诺贝尔奖 我的名字叫红里边 我那天看到有点描写 我觉得真是 他一写你就知道 我们人人都知道 但是你很难想得到 他就是说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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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收到了情郎的情书 但是这个女人呢 是不识字的 不识字的呢 他不得不要找一个懂字的人 给他念 这个就很不好意思 但是又不得不找他念 然后呢 这个念的时候听的当然是很陶醉 然后呢 念完了之后呢 这个细节在这 就是说念完了之后呢 他让你告诉他 哎 他写那句话是哪几个字 最好 是哪几个字 他说是这几个字 然后说他也看不懂 但是他就看着 弯弯曲曲的那个字迹 就在反复的看 你看这个细节 就是一个爱着的那种女人 他会让你再念一遍 然后说他里面谈到 我很想你 哪几个字是我很想你 这个就是爱啊 我幼儿园的时候 也是喜欢我们的班长 但是我那时候也不识字 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幼儿园的时候 幼儿园就开始了 对 然后幼儿园的时候 会有那个挂毛巾啊 然后你的杯子的地方 底下会有你的名字 然后我就看他 每次都去那个地方 取他的这个毛巾和杯子 然后我就 每次他取完之后 我就去摸他的名字 我就觉得跟他产生了某种关系 哎呦 太可悲了吧 前一阵还不是看的书 都挺恋物屁的 前一阵我还不是看的书 是玩的一个游戏 一个日本游戏叫 赛尔达荒野之西 现在特别火的一个 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 就是我关注游戏性 当然另外一说 但里面有一个细节 这些主角睡了一百年 回去找当年的战友的时候 发现都死了 然后其中有一个战友 是一个人鱼公主 他去人鱼公主那 看到人鱼公主他爸 然后就说说 当年我就是反正说 我跟他是战友什么 他爸就说 那我帮你找到 他的留下的一个装备 旁边一个老头 那个人鱼公主的老师 就说不行 怎么可能 这个人鱼公主不可能喜欢他 然后也没任何证据 后来他说人鱼公主 做了件衣服 这个衣服是给他 这是人鱼族的习俗 给他的夫婿做的 然后老头就说 衣服怎么了 这每一代人鱼公主都做衣服 凭什么就说 凭什么就说是你 把那个人鱼国王 把那个衣服拿过来 给他穿上 严丝合复 别的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开始以为 是一个特别奇幻的 比如他穿上衣服之后 闪光有心形的 没有那些 不用那些奇幻的细节 这个衣服 跟他的尺寸一模一样 足够代表一切了 资深宅男 看出一来张手的一个典型 你每天在屋里脑灯大开 就是在想这些 与公主给你穿衣服 他说那个就是 写这种细腻的东西 我想到一个好像很粗的人 很霸气的一个人 姜文 他不是他后来这些作品 他当年 他中戏表80我师兄 他们入学观察生活练习 我们入学后都要看前面的人的观察练习 我叫吴提 他跟月红脸的 他编的一个小片 就是大学生 一对恋人要分手 到这个小饭馆来 就说完各种的话 我把我借你的书还给你 分东西这个事 而且没钱要吃的 各点了一瓶汽水三毛钱 退瓶一毛五 退瓶一毛钱 整个汽水三毛钱 就这么一声 全聊完了 最后什么呢 这两瓶汽水喝完了吗 他把这女的也拿过 他俩要拿过去退瓶 因为各有一毛钱嘛 每个人自己付的嘛 这话 决定不给他 把这瓶子拽回来 擦了擦 装书包里 不退 反正姜文这男的 他想了想 自己这瓶子也擦完 也放书包里 走 一毛钱 没挣着 然后 这个留下了 就这个男的是被这个女的生生 教会了 什么叫留下点东西 所以叫吴提 所以江文是这个很骚很细的这么一点东西 怪不得都叫他江姐姐呢 实际上 对 有时候反差 这个就让我想到 就是说人为什么要看小说 就是说 我觉得 我有一次去一个那个 去参加一个爱尔兰作家的一个作家课 他就问我们 小说的本质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 小说的本质是什么 那我 马老师觉得是什么 你现在说你的答案吗 我没有 他有个标准答案 我们就说情节 人物 故事 就这七嘴八舌的说 然后他说都不对 他说小说的本质是时间 就是说你必须在这个小说里面 感觉到时间的变化 那这个作家 其实是这个时间的作曲家 他可以让这个时间变快 也可以让这个时间变慢 变慢就是那些细节的部分 他让你看着一个花 他让你看着一个草 他让你看这个瓶子是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人看完小说之后 会有一瞬间的恍惚 就是你获得了一种新的掌握时间的方法 你学会了如何去观察 怎么去看一个花 怎么去看一个叶子 所以这个细节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载体 你说这个我就要谈旋了 那照这么说 就是前一阵去世的这个霍金 就是小说家 时间简史 你知道就是霍金在回答 就是说宇宙大爆炸这个起点之前是什么 他就是举了个例子 很复杂的几何 他就说 这就好比说是我们地球 对吧 那个第一个点呢 是南极 南极之外没有东西 就没有意义 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时间呢 本来世界上没有时间的 如果没有人的话 也就没有时间了 时间是咱们定的一个观念 一个概念 所以说就是说 时间是内容组成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这个话 就是说时间 比如这个刻度 这个钟表是你定的 可是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呢 它只是有一个东西的延展性 一个东西它会 比如说逐渐膨胀 逐渐膨胀 主观感受 对 实际上一个东西就会生老病死 客观真正存在的 是这个内容本身的一个变化过程 只不过你把这个变化过程 当成一个 加上一个时间刻度 时间刻度 实际上它本质上就是东西的变化过程 所以说你看 这有理由说 他讲这个意思 他一个小说家 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 注重细节的人 他某种程度上 他比咱们长寿 对 他的时间不一样 都活一天 可是看在他眼里 粒粒在目 一点点滴滴 他的内容多 他每个皱褶展开了 就长度就很正常 对 内容多 对 你说皱褶展开 我不用联想起 他们夸 我就现在很多词我都反对 什么脑洞大开 你知道最近我听一个人 给我爸做大脑的透视 那医生给我一解释 我说跟现在说 现在人说脑洞大开不是聪明吗 脑洞大开是什么 你知道脑洞大开是老人脑 你知道这个人的脑 大脑萎挫 什么叫老人脑 就是你这个脑 越来越收缩干瘪 你的脑洞越来越开 勾回越来越宽 到最后很可怜的 最后那个老年痴呆症 最后脑子缩成 脑袋里面空了 我说你们还整天脑洞大开 当然我这说开去了 就说这个 你觉不觉得一个人 对细节的关注 你觉得对你们写东西的人来说 是天生的 还是有益的 我觉得写东西啊 你要完成这种 写完这个东西啊 咱打个比方说 它是源于饿 就是你得吃东西 你得写完它 但是呢 你雕琢细节是源于禅 就经常有一个电影吧 你一开始看的时候 你只记住这些 重看为什么发现细节 你第一次看那些 是本来它完成这样就可以的 就像一个盘子你端着的 你本来看着 就这样就够了 第一次看着底 慢慢的看 它还装着这些东西 我经常重看自己喜欢的电影 一定都有事 只要你喜欢 就能发现新东西 一定会有事 我那次又重新看少林足球 我发现星爷太伟大了 他不是无敌金刚腿吗 他不是喜欢 有一双好鞋 但买不起吗 他经过一个鞋垫 橱窗有一双好鞋 他看得很眼馋 这谁都能派出来 然后被人赶走 人经理把他赶走 也派得出来 但你知道经理然后做了什么事情 他拿了一块布 把橱窗那擦了擦 穷人的眼光会玷污这个橱窗 又是玷污到鞋的 你看了 通过橱窗 我要擦他这窗子 哎呦 所以星爷他真的是一个为所有弱者 就被人瞧不起的底层弱势人 他有一个永恒的本能的代言 他有一种底层之怒 对 哎呦 怪不得我就说啊 这个星爷拍的喜剧片 对我来说都是让我哭的 对 这个少林足球啊 哎呦哭啊 你也是底层之怒 我们都是底层上来的 都是受侮辱 受损害 你上来了 我还没事 你还上榜呢 其实那个时候很多 大部分好我们印象深刻的香港电影 其实都是一些底层的视角 对 我们看到都是一些小市民的喜怒哀乐 和他们那些小聪明 小愤怒 小幸福 这种感觉 我就印象 没有没有史昂老师举那么伟大的例子 但是有一个 我是一个香港的一个挺 反而二流的那种喜剧片 里面有徐克 徐克干了件什么事呢 徐克里面客串 一圈人在打牌 啪 恐怖分子进来了 把他们都抓住了 抓住枪顶住徐克 让他走的时候 所有人都吓得战轮轮 已经开始起来 起来时候拿着牌 都忘了放下来 徐克干了件事 探头看看别人的牌 被鸿子啪打了 他们现在也都干 就是这种小人物的喜剧感 立刻就出来了 你说的是喜剧感 我想到的是像那个英雄本色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是 他们说这个细节 有一个什么效应 叫蝴蝶效应 这本来说的是物理现象 就是说什么地方的蝴蝶 在扇动一下翅膀 会改变复杂的天气系统 这个大气的环流都改变了 所以说天气预报不可能准确 但是本来说这么一个 但是我觉得在情感上也是 有的时候就是那一点点 一下你这个眼泪就弱者之怒 你比如说我就想起这个英雄本色 那个周润发瘸这个腿 其实到最后我一看我就 翻了的是什么 就是他吃那个盒饭 就这么一个 啊 瘸着个腿 在那小马哥吃盒饭 一下子你就觉得这眼泪 重要的是梓豪看到他的时候 当时周润发瘸怎么演的呢 他故意 因为你已经在上头 我知道吗 他故意不是咽下去饭 他又多吃一口 所以转身被喊到 他嘴里全是饭 对对对 眼泪他自己咽得快出来了 他不是感动 是噎的 然后这时候梓豪第一句话说了 小马 你给我的心里不是这么写 就朋友之间 报喜不报忧 就底层之间这个东西 就这句话真是成年人之间的关系 就我要不看见你 永远不会告诉你 所以为什么我永远受不了 新的版的这个英文本色 没有一句话是该 子豪子杰将人说的 对 就互相都是抱怨 互相都是怒吼 强调权威 你怎么不听我的 我生气了 这根本不是英文本色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区别太大了 就是好多人呢 就是他只知道生老病死这种事 但不让里面那个藕断 撕连那个丝是情义的东西 就是对于后来的很多改变 为什么我讨厌很多新的改变版本 对他们 他们像一个普通的笨贼 就觉得进了一个空屋子 但是你是被原作彻底影响过的 我们这样的粉丝型的人 会觉得屋子充满了红外线 你怎么可以这么厚颜无耻的就闯过去 但他们看不见 他就空屋子 就这么改变 有钱没版权就改变 所有雷点全都蹚过去 所以咱们刚刚聊的很多是创作 但就是历史细节 因为大家看很多书 我有时候就是一个细节 让我把那个年头都重新记 191954运动 闯那个曹鲁林家 打的是张忠祥 徐志摩日记新编 我最近出的我看 他记了一笔 说当张忠祥被打成什么样 表欠入腕 手表欠进了手腕 就这么一笔 你想他怎么踩 表欠入腕 好家伙 就这个是真的是很厉害 而且徐志摩讲说 郭沫若 胡志之他们都在 胡志之忽然夸了一句郭沫若 沫若冲过去 捧胡志之的脸 亲吻 胡志之一直躲 性情逼 两个人性情就全出来了 不用不用这样 我随便一说 而且是那种民国的那种 那时候的风范 那时候郭沫若就讲 我爱死你了 记性洋溢的一个人 郭沫若那会是刚写的 四川人 对对对 咱们刚才说汪曾祺 我记得汪曾祺 写过一个叫端午的鸭蛋 讲这个高游鲜鸭蛋 他就说 他说圆梅也是夸过这个鲜鸭蛋 圆梅怎么夸 圆梅那是文人 他夸的是这个叫黄白相见 光有黄的或者光有白的 这个色彩是不对的 叫黄白相见 摆出一盘 摆成一圈 这个好 看着有实 圆西一想很美 确实美食家 然后汪曾祺说 那我没这么觉得 汪曾祺说的是拿筷子 从鸡蛋这头一戳 那头不滋 冒出油来了 哎呦 每次看到这一句 我这咕咚 这一下就一顿 你知道吗 多少年大家都是泡着面 看着汪曾祺 然后吃到别的东西 这就刚才史昌老师说 这个圆梅那个属于美食家 王曾祺这吃货 而且呢 你知道 你刚才讲的这个湖南城 我就不禁地想到 有的时候你看 咱老说呀 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点空隙 比如说 一个空隙叫读书得见 对吧 再有一个 你知道我觉得张爱玲 张爱玲 她就是 老能写出一点 人跟人之间那种尴尬 那种 你知道两个人之间 有时候咱们在生活里 会碰到 你一下看到人性的全部 就是有些人不太敏感 两个人之间交往 包括咱俩言谈 会有缝隙的 这个缝隙啊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他写这个小团圆 当然不能完全认为 那是他跟 胡兰城的自传 但是其中讲到一个情节 你记得吗 就是俩人好的时候 胡兰城把一箱子钱 放在他那 也没说是给他的 也没说是 寄放在他那的 反正俩人好嘛 我的钱放在你这 后来俩人不好了的时候 讲了很多 好像很高大上的话 最后呢 胡兰城临走出门的时候 那个箱子我还是拿走 你记得吗 你看这就是这个建 我就发现有时候张爱玲 有时候把人性看得那个灰 就是说 那些情情爱爱的 可是这个背后啊 有的时候通过 你发现没有 人之间也经常这样 就比如说说说说 聊到借钱了 有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两个人之间 一阵静默 一阵尴尬 那个那个间隙就出来了 那个间隙让你能看到人性 内很深处的一些 一些东西 就细思极恐 细思恐极的东西 我跟你说 我不是说什么 我就说 比如说我的主持人 我最有经验 我这么多年 但是还是别说了 说了 说得的人 你知道 比如说 我本来想夸你来着 但是也许 头几句听着 像是骂你 实际是为了夸你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你知道 我做时间长了 我就对人的 对嘉宾 对面嘉宾的神色 我就觉得 哎呀 反正观众看不出来 就是当他以为 我想要批评他的时候 就是 我说不出来 我的感觉 就像他不是哪不正常 他成熟的人 不是哪不正常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 好像那个水波纹 有一层涟漪 就这样 就那个神 我这两个人 这个心思 就跟电闪一样 我马上就知道 他误会了 他以为我要说他什么 不好 我多次就会有这种 人跟人之间 有时候会有一些缝隙 若老师 这是属于 这个婆娘不是人 今天今天完成 赶紧往后面说 最可怕 这个婚前不是人 下一句是小婚 不是 刚刚说张爱玲 他小说有一个 我印象特别深的细节 就是好像是那个 十八春里面讲 这个好多年之后 曼珍又给世军 你都看到十八春了 曼珍元嘛 然后就是给那个 给世军打电话 他们已经分开好多年了 然后世军在那边说 也结婚了 什么什么的 然后放下电话的时候 这个曼珍就发现 因为他一直在笑嘛 就发现他的这个上嘴唇 就是粘到那个牙银上面了 就是干的粘在那个牙银上 因为他一直维持一个 很僵硬的那个假笑 然后他就把那个电话挂上 就是那一个 干涩的上嘴唇 上嘴唇 黏在牙银上 就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我就后来每一次 类似的情境 我就都想到那个 你说这所有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没自己黏过 他觉得想不到 当然就所有的爱情的 牵拽摆回啊 委屈啊 这个但是又要客套啊 全部都在这个 粘在的上 这个上牙银和上嘴唇上 我就觉得这太动人了 哎呀 真的是 所以说你说 成为一个特别 注意细节的人 这是给自己添堵呢 还是让自己活得更丰富 我觉得两者兼有吧 我个人觉得 首先看你对人世间的态度 如果你对人世间够悲观 那么关注细节 都是触底反弹 看到都是好消息 如果你对人世间很乐观 哎呀 文涛这皮肤真好 哎呀 就在暗沉 这边 这怎么也有 你如果本来是乐观 细节放大一切 一定是处处打折口 所以我觉得凡事 先悲观到底 然后尽情的放大细节 总有好消息 说这个 这个重视细节的人呢 就是能把工作做好 但是一般格局不大 这个你们同意吗 我在想你说 这个细节和格局啊 就这个东西 因为我自己是 也是特别适合 特别喜欢观察人表情 而且根据对方的表情 来做出自己的调整 但是我现在打算改过来 就可能跟你说的 这个格局有关 我就说有的时候 不是说注重细节的人 格局不大 是因为我们太想 满足对方的这个需求 就导致我们有的时候 不敢自己放手放脚 不敢自己任性 表达受到了影响 对表达 以及我们想做的事 有时候会担心 哎呀这个对方喜不喜欢 那个行不行 就会变得速手速脚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是太注重细节 或者太注重别人的反应 会导致这些问题 反而不如什么都不管 闭上眼睛 对他可能看得到 他看得到 但他不在乎 就能看到细节 但是又不为细节 所束缚的人 是最厉害的 所以呢 以前你就是为了 讨好所有的人 迷失了自己 那今后呢 你将要为了找回自己 得罪 对 刚才这回圆州派 咱们听史航 方舟 马不庸 聊了那么多细节 你看出作家 就是靠细节吃饭 不都说魔鬼 藏在细节里吗 听到他们 这么被细节所折磨 我也就放心了 因为小弟我呀 有一种病 细节强迫症 这个医学上讲啊 这种病就是对这个细节啊 过分的较劲 弄得苦不堪言 而且欲罢不能 特别是啊 这个病呢 他会对这个患者的人际关系啊 造成影响 朋友啊 同事啊 往往就不愿意跟他 一块做事 一块的合作 不过 好像我们圆州派做到现在 这个新老朋友 对我们还挺支持 这说明啊 他们没准也有这种病 也重视细节 这其中呢 我就得说到 我们的这个赞助商 长安福特瑞介 大力支持 不离不弃 说明他们也是重视细节的 所以呢 他们能够忍受我呀 因此呢 我要再次感谢 长安福特瑞介 祝他们的新锐界 创造新成就 产品大卖 因为你们大卖了 你们不就能够更 有劲 更加料的 支持我们 同样就是细节的圆州派吗 我写为殿州叫敌后工队 和兵他们演的 夸过这个现在 圆梅走 圆梅那是文人 我最近正在看帕木克 多少天帕木克写 那个我的名字叫红 就是说宇宙大爆炸 这个起点之前 是什么 我们呈现的高品质舒适座椅 来自背后的无数次 科学模拟测试 2018新锐界新成就 福特尽无直径 这世界很酷